为纪念南京大屠杀81周年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12月12日 在洛杉矶地区举办第五届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论坛活动 南加州各大社团领袖参加了论坛 呼吁世人铭记历史 珍惜和平 由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发起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 过去四年以多样化的形式来唤起 侨解民众对纪念和缅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视 大联盟曾在2014年 邀请南京市话剧团来美表演《沦陷一剧》 开启了侨解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项目 2015年 邀请南京市乐剧团来美表演《八女头江》乐剧演出 2016年 则演出音乐舞台剧《历史的回忆》 2017年 由加州南生合唱团等本地演出团体 进行大型的纪念演出 今年是第五届纪念南京大屠杀八十亿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们今年的活动就用论坛的方式 与全球的海外华人见面 这个论坛就更好地彰显了我们大家参与这个会议的桥里门 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对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这种港言 我们要敏慧 先烈 记住我们的先烈们是怎样用先写放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海外的年轻人 珍惜和平 敏慧先烈 这是我们做海外的华人华侨 每个人必须要拥有的牢牢记着在心里 这个座谈活动也真的是彰显了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热爱 对这个过去这个国耻 不能忘记这个国耻这个缅怀先烈的这个心情 所以说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 也是全球率先发起的 在美国 在洛杉矶举办这个每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这个小孩子们 不能忘记这个国耻 要珍爱和平 要维护这个世界和平 华夏电视台记者 拉康提示采访报道 一分钟 倒下